要说庚子事变 还得先从光绪和慈禧的关系说起 光绪呢 是很可悲的 他是慈禧妹妹的儿子 慈禧的儿子同志皇帝 还没有来得及生孩子就死了 按理说呢 应该是同志弟弟继续当皇帝 可是慈禧担心 新皇帝年纪太大不好控制 就找了个理由 让还在读幼儿园中班的光绪进宫了 光绪啊 四岁就被接入到宫中 几乎没怎么经历正常的儿童生活 在慈禧的威压之下 度过了余生 一生惨淡 尽管光绪在皇帝位上干得很一般 却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 包括当时的人 还有后代的人 可能是因为跟慈禧在几代的时间太长了 他们俩的性格呢 非常像 都容易急眼 脾气都非常暴力 一点就着 他们俩之间的矛盾一定程度上 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麻烦 今天讲的庚子国难 起因在甲午战争 我之前讲过的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里面就讲到了甲午战争的事 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复杂 当时大清的消息封锁的特别好 绝大部分老百姓并不知道战争打输了 直到地方上的小利们过来收税 大家才发现大清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突然就过多到了承担代价这一步 自然就有怨言嘛 上层就得做点改变了 大家注意一下 清朝作为一个外来政权 要比历朝历代统治稳得多 有点像英国在印度做的事 一边防范老百姓 一边却是从官身那里给老百姓抢了点好处 捷拉拢时辰阶层 毕竟没有这群人的支持 根本是没法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同时也一直在打压他们 比如官身议题纳量 比如承诺永不加富 而且也不像历朝历代那样 动不动让老百姓去修城墙修皇宫什么的 也不再搞明朝那个近乎奴隶制的军户 也就是说 大清是一个低水平超稳定结构的组织 要不是列强进来捣乱 说不定还能继续苟个一两百年 咱们在这里不是在夸大清 元朝和大清有点类似两个外来殖民政权 后来他们俩被推翻了 老百姓打出来的口号都是一样的 都是驱逐大陆恢复中华 可能是因为这合法性比较弱 清朝相对来说是比较在乎老百姓态度的 一直在根据老百姓的想法修修补补 让清廷这艘破船一直风雨飘摇 却也凉不透 也正是因为比较在意老百姓的态度 家务战争之后 大清准备做点什么 来给自己的合法性充值 也就是乌序变法 关于这乌序变法呢 很多人说慈禧太后是反对的 所以成不了 这事情啊可能比较复杂 慈禧并不是很多人说的 纯一个老顽固 它呢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怎么能维持自己的地位 它干什么都行 保守和激进那都是手段 急眼的时候啥都能干 对于变法 它的态度呢也很稳定 可以变 毕竟得做点什么稳固权利嘛 但是不能影响自己的权利 可是随着乌序变法一步步发展 后来发生了 康有为他们想 为缘杀后的事 也就是 康有为他们准备围了颐和缘 杀掉太后 让光绪彻底掌权 就类似康熙 除掉敖拜的操作 这是败露之后啊 直接就导致了 乌序变法的彻底失败 骨干的六个人 被推到菜市口 开头文展 那到底有没有违缘杀后这事呢 现在比较沉迷 不过慈禧太后啊 显然是相信有这事的 后来跟不同的人提了好多次这事 并且表示 一生 罪恨康有为 一度还找了个刺客 去海外去找康有为 不过老康在海外过着奢侈的生活 老婆孩子用人保镖是一大瞎子 刺客就算找到了 也没法下手 无需变法失败之后 慈禧很想飞掉光绪彻 但洋人呢 大都不同意 或者说 不支持 列强跟大清有协议 都希望大清保持稳定 不要搞什么幺蛾子 影响了他们赚钱的可就不好了 这也不难理解嘛 咱们如今在非洲有很多投资 咱们也不希望他们那边 政权频繁更低 有个好说话的统治者 就不希望把它换掉 此外列强呢 也同情卫星派 他们也希望蜻蜓啊 有所改变 因为蜻蜓这个棺材仰子 非常难打交道 所以 列强支持那些脑子 正常点的人上台 暗地里呢 支持卫星派 这个也好理解 咱们这些年呢 没少培养非洲留学生 也是希望他们把正常的思维方式 给他们国家带回去 今后容易打交道一些 慈禧想抓康有为 英国领事呢 就用船把康有为接走了 日本人的军舰 也接走了两起超 因此 慈禧对洋人士 一天比一天恨起来 而且现在一般认为 维员杀后的事 对慈禧伤害极大 毕竟正常人 被朋友搞一下也崩溃嘛 更别说 被自己一手拉扯他的 杨子谦外甥 搞了这么一下 就别说有多委屈了 更麻烦的是 这件事传了出去 京城察官里 天天什么也不聊 一日再说 光绪排了二十个 一等一的大内高手 去刺杀太后 跟太后的预前侍卫 那是决战紫心之天 双方大战八百回合什么的 这京剧本作都写好了 随时准备上映 这些流言流语 对太后的威望 也是极大的削弱 这种情况下 太后啊 多多少少 有点疯了 失去了几十年来 一贯的理智和清醒 慈禧太后给人的感觉是一直专横跋扈脑子有问题 其实在庚子国难之前 慈禧一直有一种 离谱的冷静和理性 他牢牢控制着人事圈 各个风强大力 比如曾国藩 李鸿章 张之洞 左宗棠 都能力超强 而且对他是很忠诚的 而且他很少直接干预政务 一直都是军机处在处理 只有在军机处 偏离自己预期的时候 干预一下 他一直对自己的能力圈 有个深入的观察 只干自己能干明白的事 从他老公死了 一直到无需变法失败这段时间 慈禧的各项决策 基本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他就像一个 开着一艘破船的船长 没有什么经验操作 也不会有人比他做得更好了 但是 维员杀后之后 彻底疯了 不仅踢开了军机处 亲自操刀 而且全程没有什么理智可言 他恨光绪和康勇为 想罢免光绪 追杀康勇为 可是 遭到了大臣 士绅和洋人的一致反对 正在抑郁呢 这时候民间崛起了一股势力 让太后觉得 找到了同盟 也就是 义和团 1897年 义和团在山东行 义和团的起源比较复杂 这是因为家住的人比较复杂 一般认为起源于白灵教 它的创新点呢 是人人都可以神灵附体 这一点不像太平天国 在太平天国 神灵附体是个特权 只有上层几个人可以 其他人如果敢玩附体 但就是假传天狱 是要被点天灯的 而义和团没有统一的领导 这就意味着 人人都能自身是义和团 谁都可以玩附体 几乎每个小团体 都有一个会通灵的大师兄 这就有点类似基督教里面的 天主教和新教的差别 天主教组织是很严密的 是一个类似官僚体系的阶梯结构 教皇之下 有各种层级的主教 一直到最基层的神父 而新教呢 就没有这一说了 人人可以跟上帝交流 也没有什么主教 也没有什么主教什么的 太平天国就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天主教结构 义和团就是典型的分布式的自下而上的新教结构 正是因为这种分布式结构 队伍里就龙舌混杂什么成分都有 一部分地痞流氓也混迹其中 所以后来就有了真团和假团之说 一般历史学者认为 义和团的真团是纪律性很好的 假团纪律性很差 这个呢其实是个循环论证 反过来也可以说 凡是纪律好的都是真团 凡是纪律差的都是假团 所以义和团的纪律性其实是个谜 在此呢咱们就不展开讲了 义和团一方面宣传本土宗教的神术 请神附体 比如请官二爷 请孙悟空 玉皇大帝等 另一方面宣传传教师妹的恶行 直接把洋人渲染成了是妖魔鬼怪了 比如说洋人将幼童制作药丸 挖心取眼睛作药等 一开始呢 这规模还不离谱 1898年8月 黄河绝口 山东直立等地遭受了严重的洪灾 第二年又出现了严重的旱灾 虫灾 饥饿的老百姓纷纷加入 义和团因此而壮大起来 这里就涉及了一个问题 义和团形成的根源是什么 一开始学者们研究说 义和团的兴起是因为迷信 后来有学者发现 光迷信也不够啊 封建社会哪个朝代不迷信 义和团能聚集起来 主要是靠洋人的仇恨 其实这两点呢 可能还没有倒到根上去 仇恨和迷信都是表象 都属于精神需求 真正的原因 可能是物质的需求 恶 饥饿 这是人类的底层需求 就像电影《1942》描述的那样 一旦发生饥荒 鸡民就会聚集起来 大俩商量着找吃的 商量到最后 唯一的选择只能去吃大户 这倒也好理解 如果是饥荒之年 家里揭不开锅 老婆还在眼巴巴的望着你 你也可能会加入什么团伙 去跟大伙去强量 没办法的是 所以义和团本质上 跟历朝历代的鸡民 没什么区别 其实历代鸡民 也经常信教 比如汉默黄锦军 和袁默明教起义什么呢 只是这次呢 恰好选择吃的对象 是洋教教民而已 那为什么选择吃教民大户呢 因为在当时啊 打击教民和洋人 是最大的政治正确 在这里呢 就不得不提一下 当时教民和平民 以及官员之间的矛盾 鸦片战争结束后 朝廷官员怕洋人 老百姓怕关于 于是老百姓呢 看懂了这个八个 大量的就加入到了洋教 请求洋人的庇护 再加上那些年呢 灾难频发 教会往往会做一些救济工作 就这样 在民往往也就变成了教民 大家一看啊 加入教会会有饭吃 还能得到洋大人的庇护 纷纷的寻求加入 有一次 十八个村子旁行平民 将教堂围了一个水泄不同 交给神父一个四千人的名单 要求主教 条件就是 让神父干涉衙门 释放庞兴首领 与此同时 一些流氓呢 也加入到了教会 并且打着教会的旗号 无恶不做 到了1900年 中国的天主教徒 竟然高达 七百万 一些教民 在外国传教士那里 获得了优越地位 这就引起了 平民的不满 最终形成了 教民欺压平民 洋人欺压官员的情况 因此 官员讨厌洋人 老百姓讨厌教民 在天灾和饥饿的刺激下 教民势力的膨胀 导致了义和团的 同步膨胀 按理说 义和团这样的组织 在古代是会被 政府强力弹压的 因为从黄金起义 到原末名教起义 再到清朝 血腥镇压白连教 天理教 和太平天国 历朝历代 对民间宗教结社 都是毫不手转的弹压 有人说 为什么中国 没有发展出来宗教呢 一方面 儒家就是宗教 另一方面 封建社会 对宗教组织 极度防范 发展不出来也正常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慈禧也讨厌洋人 这种态度 直接影响了 底下的各地官员 比如 一个山东巡抚 玉贤 他之前对民间结社 镇压相当残酷 曾经一年 杀了两千多人 被称之为 玉土户 此时 他摇身一变 开始对义和团 极紧包庇 他本人甚至还戴着 红头巾坐在堂上 自称是义和团大师哥 甚至有些义和团 还打着写有 玉字的旗号 其中原由 一方面 他本人仇恨洋教 蜻蜓地方官 几乎就没有喜欢洋人的 另一方面 他也是吃透了 慈禧的心态 也是一种 变相的讨好 就这样 在一批反洋 仇教官员的庇护下 一部分义和团 就从全匪 变成了团列 成了 半官方性质的名团了 大话西游里面 不是有句台词吗 我早叫你们 你们好好打扫干净了吗 现在养出来的蜘蛛 比我还大呢 义和团的形成 完全就是 蜻蜓长期养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 在被收编之前 他们叫义和拳 收编之后 相当于有了编制 叫义和团 不过呢 一般都混用着 此时 义和团一天天壮大 与洋人的冲突不断 甚至还杀死了 一名英国传教士 而蜻蜓 对此事的处置 却不温不火 只是表达了遗憾 并承诺 拙大凶手 但同时诱发尚誉 呈有一些练武的人士 善良平民 不可逐连滥杀 这种态度 在清朝这个严酷的朝代 堪称奇迹 慈禧赐给遇献一个福字 洋人认为 这是在故意地刺激他们 不过 这些都不是问题 依旧可以相安无事 随着新世纪的即将到来 慈禧一直想在1900年改元 另立新军 奈何各地都府和洋人 太多都反对 慈禧想 既然无法废除工序 不如暂时找个黄金 先立个大阿哥 等大家慢慢接纳了 再把工序换掉 没想到这一妥协举动 引起了轩人大波 不仅洋人和各地都府不支持 就连上海的上千士绅也一致反对 这在清朝上述首次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反对的士绅里 就有后来的一堆革命党骨干 可见大家一开始还是准备改良的 后来发现没救了 这才走上造反之路 慈禧发现国内外一致都在保光绪 说明光绪执政虽然短暂 但是粉刺不少 注意看 此时慈禧面临的环境 除了顽固派中少数人外 大多封疆大吏 洋人和富人 都不支持慈禧废的光绪地 那么义和团就成了 慈禧唯一能够依靠的势力 这就是慈禧口口声声 不能失去民心的含义 义和团此时已经扩散到了北京周边 宣称天不下雨 都是洋人捣乱 京城洋人最多 只要进京杀进洋人 就可以风调雨顺 不久几万义和团 涌入北京南边的一个县城 杀死青将 铁路电杆被拆毁 火车电报不通 北京城内的使馆教堂成了孤岛 各国公使感到恐慌 要求再派兵保护本国公民 不仅京城附近成了这样 山西和东北闹得也很凶 义和团挖了山西河北的铁路 影响倒也不大 可东北的铁路是俄国人的 挖了俄国人的铁路 那不正好给了人家出兵的口舌吗 于是 俄罗斯那边密令远东的几个军区 准备动员 随时去东北打劫 所以说后来的八国联军 其实有两路 一路是从天津登陆前往北京 另外一路是从北方到了东北 此时慈禧也有点慌了 他隐隐约约觉得 这是要重演英法联军的悲剧 事情还在继续激化 由于猎祥对蜻蜓不信任 又派了450名左右的士兵 大摇大摆地进入东郊民乡 再次刺激了慈禧的神经 局势正在进一步恶化 不断有洋人北上 张之洞等各路大员都要求镇压义和团 地方大员们深知这玩意要是闹下去 迟早会出大事的 袁世凯当时已经干到了山东巡抚 刚才说的那个玉贤呢 他去了山西 大家都很纠结 义和团闹这么大 太后的态度又不明朗 怎么办呢 袁世凯说 这好办 义和团吗 他们不是号称刀枪不入吗 那只要看到裹着红头巾的 就全部拉去让士兵打靶 打不死的那就是真义和团 打死的那就是假冒伪劣 手底下的军头们心领神会 带兵到处抓义和团 抓住就枪毙 发现全是假的 没一个经得住后堂枪的考验 很快山东境内的义和团 被杀了个干净 剩下的跑河北和山西去了 还有个事呢 是涅士城那里发生的 涅士城是北方军区司令 他亲眼见过火枪 对着大师兄肚子放了一枪 却没事 不过他很快发现 义和团的人 是先往火枪里放铁杀 然后放火药 开枪的时候 相当于放了一发空包弹 然后拿起左轮手枪开了一枪 大师兄当场倒地毙命 此时山西巡抚就是预先 他放任义和团在山西大规模的捕杀校中 导致庚子过难之后 洋人要求惩处 被杀了一堆大员 慈禧却还在究竟 义和团只是他的一枚妻子 他也知道剿灭义和团 跟洋人和好 对国家有好处 但对自己没好处 于是慈禧最大的一次政治豪赌来了 他要利用义和团 逼洋人认怂 几天后 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 守城官兵 收到命令 即使义和团半夜来到城下 也要即刻开门放入 这个命令就来自于 上文那个大哥的老爹 宰一 他是希望废掉光绪地 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 就是他在后面激励鼓动慈禧 攻打洋人使馆的 义和团进入北京的过程中 有大量的机民加入 纪律慢慢变得不可控 杀洋人 尤其杀中国教民 后来扩大到 但凡与洋人交往的 任意图律 要求各家中 不准有外国货 如果有违抗存留 已经搜出 杀人受物 当时的京津地区 几乎家家有洋货 毕竟有火柴吧 没有有吧 人人是惶恐不安 整个北京喧嚣已成 在一等顽固派大臣 头裹着红金 腰细红布 并在王府内设谈 胡胡跳跳 好像狂醉一般 一夜之间 天皇贵昼 变成了大师兄 也是魔幻的 在这个过程中 又给弄死了不少洋人 有大使馆的 也有传教士 更多的是国内新教的老百姓 见此状况 西方国家也惊眼了 觉得 这要是再不出手 可就来不及了 信任危机升级 于是 西方各国组建西莫联军 两千人 开绑北京 慈禧这时候也有点急了 他发动义和团搞洋人 是指望着洋人认怂的 谁能想到他们竟然武装上访了 城内的义和团和洋人的冲突已经失控 大批义和团涌到使馆区聚集 互相袭击 虽然一些教团和洋人开的商户被焚烧 但义和团的伤亡极大 双方的伤亡率没法看 神仙附体 他也挡不住子弹嘛 义和团 只好强行解释说 这是个人法力不同所导致的 有洋人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 义和团 右手直刀 左手点箱 一片焚箱 一片磕头 向教堂会计 教堂内呢 开枪射击 却发现 怎么一个人都不倒呢 随即又开了一排枪 就发现 倒下一大片 原来他们是因为太拥挤 不能倒 几天之后 义和团闯下大祸 在西药店放火 并不允许民众救火 声称自己有神力 只烧洋店 不烧民房 结果这火事啊 是完全失控了 京师最繁华的地带 几千家店 被烧成废墟 所幸这火事 没有烧向皇宫 否则慈禧 都得收拾东西跑了 此时的慈禧 已经焦躁不安 他最担心的 是像四十年前 跟着咸丰一样稀讨 当年的狼狈 那可是历历在目啊 后来发现自己想多了 如果庚子出逃 能有四十多年前 那次一半的体面 他能天天烧高香 在火烧大石烂的 当天下午起 慈禧召集一百多大臣 一年开了四天的会 大家吵得是不可开交 但是也没吵出个结果 即将散会的时候 有个汉林说 他问太后 说你在这儿瞎胡闹 闹大了 靠谁收拾场子 慈禧说 我依靠董福祥 汉林说 那个董福祥 镇压本族人起家上尉 他能靠得住吗 慈禧大怒说 你说董福祥不可靠 你把过人来 最后呢 不欢而赞 慈禧怒看着大家退朝 在这里 不得不说 董福祥这个人 他是甘肃人 手底下一万多甘菌 主力是回敏 异常彪悍 此前爆发过 闪肝回乱 董福祥虽然也是回步 但是弹压自己人士 丝毫不手软 得到了倾庭的重视 第二天的预先会议 跟家务战争不同 此时的光绪和慈禧 立场对调 光绪主张何 慈禧呢 主战 钱文那个载衣 非常有心计的 将一份外国使臣 要求慈禧归正的伪照 递给慈禧看 慈禧一辈子 最接受不了的事 就是让他放下权力 当他看到这东西啊 那是彻底疯了 这招结结实实地 戳到了慈禧的痛处 慈禧亲自宣读召会 情绪激动 他认为 王国就在眼前 让大臣们 立刻马上表态站队 大臣们也纷纷磕头啊 怨笑死利 毕竟大家都是 官场上的老油条啊 知道这时候不表态支持 那就是反对 那就是等死啊 事情此时已经无法挽回了 在最后一天的预前会议上 慈禧向十一国的公使 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他们 24小时内离开 否则后果自负 顺手呢 砍了几个主和派大臣 去奸展这些大臣的 那个奸展官 就是狂热的主战派 后来 八国联军打过来的时候 慈禧跑了 可这个人呢 没能跑掉 全家都死在了城里 两天后 1900年6月21日 蜻蜓号召全国民众 一致对外 一决此凶 但这是一方啊 对内动员招书 并不是对外宣战书 也就是说 慈禧对猎枪开展的招书 猎枪并没有收到 也真是鸡贼 其实 此时双方已经处于 战争状态 尽管现在已经不知道 太后到底是怎么想这件事的 不过 很多人猜测 太后就是想通过攻打大使馆 逼迫猎枪退步 所以也尽量避免使外国大使 及家属造成过多的伤亡 直到战争结束 大使馆内外国人伤亡 也只有66人 整个攻打大使馆的过程中 他一直变卦 让军队打的同时 又不能真的给打死 打死了 那猎枪可就真怒了 到时候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进攻大使馆的官员们 也猜到了太后的心意 炮口抬高一寸 射出去的大炮几乎都没有打到使馆 东郊民乡大使馆内 有外国平民500人左右 妇女儿童200人左右 士兵450人 终于 世界战争史上荒诞的一幕发生了 蜻蜓大军围攻大使馆50多天 主力是董祥福率领干军和蜻蜓的正规军 义和团 主要就是打相游的 到了7月14日起 蜻蜓有意发起谈判 要求外国人转移到总理衙门的躲避 两天后天津陷落 对使馆的进攻 基本停止 蜻蜓还给使馆送去了西瓜 蔬菜 米面等 双方不停地交换信件 一直试图和谈 直到谈崩 在慈禧逃跑的前几天 又下令 蒙公大使馆 其实这时候和谈已经没有意义了 英美等国确实不太想打 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自己想要的 再打也炸不出来什么 但是德国 俄国和日本他们仨就不一样 尤其是日俄 他们都盯着东北呢 根本不在乎京城里人质的死祸 全死了 更好 很快 天津被攻信 相当于现在北方战区司令的聂石城 战死了 京城暴露在了联军的炮口之下 宣战三天之后 张之洞 李鸿章等东南都府制定各国 与各国达成一致 外国承诺不会在南方登陆 互保的范围 包括南半个中国 将庚子事变约束在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等过了几天 军机处下发商誉 说要求东南各省一起对外 实情变得复杂起来 东南大员们如果不遵旨 那就是抗命 将来是要被问责的 李鸿章等人经过紧急磋商 将这份上誉称作是假的 算是给慈禧一个台阶下 慈禧在后来逃跑的过程中 发上誉说 朝廷原本是不想打 屡次将旨 保护各国商人是我的责任 跟你们各都府想的是一样的 相当于认可了东南大员们的举动 表示将来不追责 这时候的慈禧脑子 终于是正常了 在联军占领天津之后 北京也只是可待 八国联军内部主要讨论的 不是怎么打胜仗 而是哪国派多少兵力的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战后利益的瓜分 日本离得最近也是最积极的 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 而沙俄不管游戏规则 直接调大军过来了 最终决定大约两万名联军 向北京进发 其中日军八千人 俄军四千八百人 英军三千人 美军两千人 法军四百人 奥地利五十八人 意大利五十三人 德国零人 为什么零人呢 因为还没有来得及赶到呢 只是列强不知道 正当他们一群人 聚在那里讨论的时候 二十多万俄国军人 开墾团和武装移民 已经越过中俄边境 进入东北 并且在年底之前 彻底切走了整个东北 当时北京的清军兵力 有十万人 义和团约七万人 八月十三日早晨 大军来到北京城下 城内的五位各军 神机 护神等大部分 六七万人 早就已经 无影无踪了 只有甘军和其他部分的士兵 做了抵抗 林军原本计划休息一天 但俄国呢 为了夺取守攻 当天午夜 率先发起进攻 甘军在枪眼后射击 战斗激烈 俄军上校被打死 参谋长被打伤 直到第二天下午 在震天的无拉声中 俄军攻入城中 由于俄军伤亡较大 进城之后呢 自然是非常凶残 不过俄国人和日本人 起了个大早 把城内守军 都吸引到他们那里去了 最后 日本和沙俄战斗较为激烈 其他城门呢 战斗都不怎么样 而英国人依靠使馆 送来的秘密地图 从暗道进入城内 成为了第一个 进入使馆区的 联军部队 十五日黎明 枪炮声越来越近 慈禧换了民符 光绪在一等十几位 王公大臣 在一批士兵的护送下 仓皇一路 向西套窜 光绪当然是不想走的 他已与外国使团 面谈为友 请求留经 慈禧不允许 并顺便把真飞 投入井中 拖着光绪赶紧跑 联军进城后 讨论是否要进入皇宫 最终决定 以参观的名义进入 在皇宫内 检阅了部队 打得东西没动 但是摸走了一些小物件 联军在天津和北京 都进行了烧杀抢掠 北京的汉林院 红人寺 人寿寺等著名建筑物 均被联军复制一去 其中的一些文物档案 珍贵图书 或抢或烧 随后老百姓呢 又沉火打击 教民带着洋人 到处抓习和团 之前加入习和团的 蜻蜓大员基本上都被灭了下 家产也被抢了一干净 联军随后发现 这东西太大带不走 因为他们都是坐船来的 每个人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 而且各国原则上呢 是不准抢劫的 这原则上不行的意思呢 也可以抢嘛 但是不能被看到 于是联军士兵就在路边摆摊 准备卖掉抢来的大件 缓成金银 方便带走 由于大家不是古董专家 没法对那些宝物定价 于是大量的宝物被当成了家具卖了 京城老百姓那是踊跃购买 他们买到之后 又送去失货的人那里 进行二次出售 诞生了几个超级古董大亨 慈禧一路仓皇奔逃 没吃的没喝呢 一路上连个像样的床都找不到 慈禧和光绪 只好是背对背地坐着睡觉 在这里就一个问题了 慈禧他们出门不带钱吗 他怎么能混到这种程度呢 这件事主要和前面提到的甘军有关系 甘军跟八国联军一结战 发现那是真的打不过 都看不到联军的人 对面的子弹就呼啸着过来了 最前面的死了一大堆 所以大部队 二话不说 就准备跑回甘肃老家 正是因为甘军在前面跑 慈禧呢在后面跑 北京到甘肃1500公里 甘军为了能扛到老家 他们几乎把沿途的每一厘米都抢劫走了 敢反抗的全部扛死 慈禧所到之处 甘军已经给劫掠一空 连把米都没给他们留啊 慈禧倒是带了不少钱 可是连个老百姓都找不到 水井里也有死人 这吃喝就都成了问题 好在呢 后来几只地方军赶来救驾 日子终于耗下来了 慈禧经过两个多月的奔逃 终于到达西安 一路上都是汉菜区 给当地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慈禧最担心的是 猎祥追究他本人的责任 恐怕小命不保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求和 跟洋人打交道 那不还得靠李鸿章吗 早在开战之前 蜻蜓就催促李鸿章北上 此时的李鸿章 已经77岁 根本是不想去的 经过再三催促 李鸿章这才动身 李鸿章对眼下乱局是颇干无奈 林兴前说了那句著名的 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李鸿章到达上海之后 停留了近两个月 青田又不停地发多风电报催促 但眼看八国联军要破北京城了 李鸿章更不想去了 他是对的 此时北京兵皇马乱 他去了什么也干不了 直到慈禧太后跑了一个月 在洋人认可流亡政府之后 他才坐着俄国军舰前往北京 其实八国联军并不想灭亡中国 据赫德透露 林军当时有三个选择 一 瓜分中国 但可能面临反抗 日本和俄国倾向于这个操作 其他列项兴趣不大 二 扶持一个新皇帝 但得不到中国民众的认可 中国可能陷入内乱 到时候两次鸦片战争签下的不平等条约 可能也没法履行了 大家都反对这个 三 让蜻蜓继续存在下去 维持原状 敲烛光要点钱 结果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人家选择了第三种 不过俄国人此时已经出兵二十万进入东北 并在年底前彻底拿下了东北 要不是后来的日俄战争 东北估计啊 跟海参万事一样了 最终赔款总额定为四点五亿两 本息合计九点八亿两 其中俄国一点三亿两 德国九千万两 法国七千万两 英国五千万两 日本三千五百万两 美国三千两百万两 意大利两千六百万两 比利时八百五十万两 奥匈帝国四百万两 其他剩余有荷兰 西班牙 葡萄牙 瑞典所得 日本是此次侵华的主力军 结果却发现自己要的太少了 希望提高利息或者提高金额 英美不同意 当时日本呢 还是英国的干儿子 他可不敢造死啊 只好作罢 用列强提出总赔偿金额的 倾庭答应 只用了二十天 而关于成出哪些大臣 则双方讨价还价 花了好几个月 光绪是主张杀这些大臣 理由很简单 论国法这些人也该杀 很有名人提吗 但是慈禧和李鸿章不同意 慈禧是担心列强问责 问到自己头上 李鸿章考虑的更长远一些 他担心 蜻蜓王爷贵胄 被五花大王拉去砍头 让老百姓看到了 就会进一步质疑蜻蜓的合法性 说不定以后就不服管了 所以他也据理力争 在慈禧的包庇下 其中一些人死不足惜 却最终得以善终 在一两兄弟 只被判了流放 最终在流放地奢华的 活到了民国才死 董祥福被革制后 在甘肃一个大宅子里 后房妇女数十人 活到1908年去世 比较倒霉的是上文那个女贤 他在赐福子之后 被派去了去当山西巡抚 在山西杀了150名传教士 和他们的家军 直接把山西搞成了 国企知名省份 洋人一听就害怕 老佛爷也保不了他 被拖出去砍了头 山西同时被牵连出了 二十多名高官 思喜虽然极力包庇大臣 但总是要有人取当替罪羊的 否则在洋人那边说不过去 在慈禧看来 最合适的人呢 莫过于义和团 朝廷于指 这一切的火端起源就是义和团 下令各地 痛加绞杀 务必铲除干净 这些人逃避不了 成为跑回的命运 那此时义和团跑哪去了 其实早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 城里的义和团一红二散 一天一夜的功夫 几十万团民是踪迹全无 比来的时候还快 离开北京后 大部分团民自动解散 回乡变成了庄稼人 有一部分团民害怕回乡遭到缉拿 被迫流亡 成为了流民 也有一部分不愿解散的 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但是摘了头巾 也不一定能躲得过 这时候教民们重新熬出头了 只要教民指控某某是义和团 就会被解压到官府 先来一通仗则再关起来 大部分人都熬不过这两个项目的 让说什么就说什么 在山西河北 朝廷兵甸 每天压着一队一队的人 去砍头 1901年9月7日 八国联军进京的第二年 多方签订了薪酬条约 李鸿章带并签字 回去大口吐息 稍后他给清廷上城奏折说 我看了这几十年来 每一次争端就吃一次亏 这一次创身痛惧 希望朝廷 外修和好 内途富强 若再耗勇斗痕 必有性命之优异 言外之意呢 就是 老佛爷咱别闹了行吗 这再闹 真要烦犊子了 两个月后 李鸿章去世 晚清的最后一根台柱子 也舍了 大清也只剩下十年阳寿了 1902年1月7日 两宫回京 一路上场面隆重 至此 打劫过后 一切似乎就渐渐回归往日 1902年 还有一些义和团民继续闹 这一次 他们再也不相信清廷了 竖起了扫清灭阳的大气 队伍一度扩大到三四万人 最后被袁世凯的部下 段祺瑞 冯国璋等剿密 至此 义和团彻底消灭 不过 后来一部分 演变成了民国的 灰岛门 青帮红帮什么的一些堂口呢 就是义和团的语部 甚至参加各革命党 庚子赔款 实际支付的过程比较复杂 直到1939年 民国政府正式停止支付 庚子赔款 实际累计支付了 6.5亿两 扣出英美等国退款 7600万两 最终实际支付约 5.76亿两 当时清廷有明白人 发现 按照美国人的算法 美国人要多了 就想去把钱要回来 同僚们说 哎呦 您别闹了 他们列强辛辛苦苦 上门抢走的 怎么可能还钱呢 不过 这人说 你不懂 英美是典型的伪君子 装还是要装的 多少要点点 能要回来一些的 日俄这种不要脸的真小人呢 确实没救了 后来呢 确实要回来一些 德国虽然狮子大开口 但并没有从中国 捞到多少好处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 德国战败后 中国竟然也获得了 8400万元 而且 德国在青岛呢 还有一块殖民地 那里面的财产也被没收了 最后 赚了两亿多 瞧中国最狠的是俄罗斯 下场也是最惨的 1911年 沙俄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争中 俄军损失了200多万人 最终前线和首都 同时发生内爆 俄国上层绝大部分家族 都领了全家统 罗曼诺夫王朝爵四 只比大清 多苟了六年 这又是一期 不知道怎么收尾的视频 如果讨论庚子国难的责任 太后 基本上要承担120% 至于义和团呢 大家看完也明白了 一群可怜人 可能做了一些喘事 不过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被洋人杀了 又被蜻蜓杀 庚子国变这件事 凸显的 是我国古代 封建政权的一个毛病 缺乏 纠错机制 太后脑子正常 能听得进去意见的时候 一切都挺正常 毕竟军机处那帮人情 多多少少的 能把各种问题都考虑到 但是一旦太后 因为家庭关系疯了 缺乏纠错机制的毛病 也就暴露了 那艘大船 头也不回地 撞冰山上去了 这也是为什么 毛主席一直强调 决策的集体智慧 毕竟很多时候 一个人再怎么聪明 也不可能面面居到 更别说 领导在一个群体里 往往并不是最聪明的那个 唯一可惜的是 是太后其实并没有得到 沙俄上层那样 应有的报应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 请三联合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